白宫去年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 超级富豪的平均税率为8.2% 远低于中产阶级 因此拜登近期也提出了一个 拧争超级富豪税的计划 一旦这项计划实施之后呢 加州恐怕是成为最大的金库 因为加州的富豪数量 居全美之冠高达有189位 加州前十大富豪 包括Google创办袁佩吉 联署执行长祖克博 会大执行长黄仁勋 还有贾伯斯的遗孀 罗林等等 这项法案是针对净资产 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 征收至少20%的所得税 这代表不仅是赚取的收入要课税 储备资产接下来也要课税 但专家认为恐怕课税标准难以拿捏 我还没有卖 可是你先课我税 我觉得会造成很多的争议 第一个怎么评估现在的价值 中间也有很多漏洞 既然变卖也要缴税 不变卖也要缴税 我刚才变卖 落袋未安 专家分析还可能降低投资意愿 长久之下就是影响美国经济体 但白宫信誓旦旦指出 这项超级富豪税若是通过 有望在未来十年增加 3600亿美元的税收 专家同样不以为然 认为富豪早已都做好 有效的财务规划 就算税法实施 也不见得克得到税 要你的资产大概达到一个亿美金左右的数字上下呢 都已经在做好规划了 税务专家也好 或者是税务律师等等的都在帮这些富豪做很多的规划 这归因于美国完善的信托制度 富豪借素来风行成立私人家族基金会 慈善信托等等 只要捐到自家的基金会 或是向外捐赠 都能抵掉大量的所得税 不仅如此 捐赠股票 商业大楼土地等 也能避掉大量的增值税以及遗产税 还能透过家族基金会的管理 让后代子孙传承财富 这样的信托理念 近年来也逐渐传递到华人社会 那现在呢 华人的第二代 很多也都是当律师啊 税务师啊等等的 他们也都跟白人和在一起 因此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华人 都已经理解了解了 这套游戏规则之后 就会寻求一些专家来协助他们 既然超级富豪税实际执行效果有限 国会通过几率也很低 那么为何在美国当地引起一番讨论 即将这个政权交替的这种转换下呢 比较稍微疯狂的法案把它推出来 要刺激选票 面对财政赤字以及贫富差距扩大 拜登拧针超级富豪税 是否能执行 或许已不是目的 而是给中产阶级一铁安慰剂 盼望拜登政府的民调数字 别再下滑 欢迎新闻特派记的成立体影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巨大石